1902年,大清国使臣蔡君奉慈禧太后之命出使日本 找日本外务省要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军名单 要颁发给日军宝兴勋章 这一下子日本就蒙了 我打你,你还得给我掰勋章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经过再三的确认 这大清国还真不是开玩笑 日本就提供了一个199人的名单 大清国就给这199人颁发了宝兴勋章 这慈禧为什么干出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呢 朝廷给出的理由啊 是进门以内 日本兵官严斥变兵 极力保护 说是八国联军里边啊 这日军的纪律是最好 比如啊 叶昌赤的元都卢日记 这里边就记载 说扬兵之入城也 日本最有纪律 庚子日记和瑞城的庚子首扎 也都记载了 这日本的军纪啊 比其他国家要好 留在北京的大清官员 妃子 太监 日本呢 也提供了帮助 但问题是啊 无论怎么说 你给日军颁发勋章啊 还是说不过去 但其实啊 这大清朝廷也不傻 他只是一厢情愿的会错了意 他认为啊 这日本对大清友善 大清啊 可以借此机会来一个中日同盟 找一个强大的外援呢 可惜啊 这时候的日本呢 早就看透了大清的软弱无能 结盟大使一慌啊 就碰了个软钉子 这件事啊 也就不了了之的 好了